他们从恋爱到结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可从结婚闹到离婚却只用了短短一个月,两人甚至连婚姻登记都还没来得及去办。 老丈人虽然觉得很可惜,但看到女儿自私蛮横的样子,认为女婿离开是对的,如果她能遇到一个稍微讲道理的另一半,或许会过得很好,为此交代妻子不用顾及她的脸面, 同意让女儿离婚,一个连自己孩子都交不好的大学教授,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 可丈母娘是个极其虚荣的人,虽然知道银珠在法律上还是未婚,但想到所有人都知道尹教授家的大女儿已经嫁人了,如果这么快就传出离婚的消息,该有多丢人了。 于是不甘心的催促女儿赶快按照女婿的要求搬出去住,大不了到时候她再想办法去照顾, 可银珠觉得要让尚嫌回心转意,并没有那么简单,坦言自己除了分家的问题,还因为不想生孩子的事和尚嫌吵过。 看到银珠这样,妈妈差点一口气上不来,她自责没把女儿交好,才会出现这种事。 吴勇从银河的口中听说哥哥和嫂子闹离婚的事,吓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她眼里,哥哥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人,怎么会把事情搞得这么严重? 她担心爸妈要是知道了这事,会深受打击,就瞒着家人找到住在旅馆的哥哥,劝她和嫂子尽快和好。 如果嫂子嫌弃,她是来历不明的小叔子,要她怎样都行,她相信爸妈也是一样,只要他们幸福,不来寿宴,不来过年都没关系。 看着善良而又敏感的弟弟,尚嫌的心里很是愧疚,可就在她还在苦恼着该怎么解决这件事的时候,银珠已经沉不住气了。 她率先爆发,把上贤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扔进行礼箱里,定交代妈妈帮她快递到婆家,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离婚,不想再看到关于上贤的任何东西。 妈妈不愿意接受女儿离婚的事实,既然拿固执的她没辙,就打算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最后一次问她能不能做出退让,甚至开出条件,只要她答应不分家,以后工资用在哪里都不会去干涉。 可上贤一点也不为所动,既然银珠不让步,那我也不让步,见女婿这么不知好歹,赵母娘越想越气,既然你这么热爱自己的家庭,那就让你好好的去尽对家人的义务吧。 很快,装着上贤行李的快递就到了婆家,上贤的家人看到这种正是一头雾水,一股不祥的预感游然而生,不明所以的妈妈赶忙给上贤打去电话,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贤瞬间慌了,没有想到银珠会这么急着把她扫地出门,只好先安抚妈妈不要多想,等她下班后回家说明一切,挂掉电话后,一家人都开始纷纷猜测。 因为这事,上贤对银珠仅剩的一点留恋消失殆尽,她责怪银珠做得太过分,再怎么样也要等她先把离婚的事告诉家人才对,可银珠已经破罐子破摔,哪还会去顾虑那么多,两人的婚姻随着这些行李彻底宣告破裂,下班后,上贤惭愧地把自己和银珠离婚的事告诉家人,可家人怎么也不明白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个人会走到这一步,上贤虽然一直不肯说出离婚的真正原因, 但爸爸和妈妈早已猜到一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拖累了儿子的大好婚姻,为此十分痛心,为了挽救这个局面,妈妈试图和亲家母沟通,约她见个面,可亲家母认为一切都太迟了。 看到妈妈,卑微且碰了一鼻子灰的模样,上贤感到没脸面对,她恳请家人都接受现实,不要再让她变得更悲哀,一旁的外婆原本就对银珠家也抱有偏见,如今自己的外孙被扫地出门,一向毒蛇的她会坐视不管了。 妈妈躲在房间里,偷偷地以泪洗面,恨自己没能为儿子做点什么,而爸爸更是因为内疚,独自喝起了闷酒,他怪自己早年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给儿子拖了后腿。 如果一开始有能力给儿子买个公寓,让他们搬出去住的话,或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上贤不忍心看到家人为他伤心,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到自己的头上,说是自己对婚姻太不谨慎,离婚也是他和银珠一起做的决定,以后绝对不会后悔。 虽然如此,她的心情还是一蹶不振,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出离婚的伤痛,而银珠也好不到哪去,她和闺蜜相约酒吧,原本要庆祝自己,恢复了自由之身,可并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快乐,于是把自己惯得醉醺醺的,回到家还发起了酒疯。 银珠的话直接戳中父母的要害,妈妈再也听不下去,强行将她拉回了房间,并则怪她当初找错了对象,既然已经覆水难收,希望她能尽快整理自己的感情,开始好好做自己,银珠忽然泪流满面,为自己失败的婚姻感到痛苦。 两人离婚的事原本就这样告一段落 可外婆看到家里 紫气沉沉的很是难受 再加上宝贝外孙忍受了屈辱 却没人为他讨公道 他思来想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第二天 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怒气 准备杀去银珠家给他点颜色巧巧 上贤的亲爱婆劝都劝不住 只好伙同他一起前去 两位外婆虽然年事已高 却都是惹不起的人物 一个毒蛇 方圆五百里找不出能炒赢他的对手 年轻时嫁给离过婚的外公 成为上贤的家人 而这个穿着朴素的老人 是最近突然冒出来认亲的正台外婆 别看他一副唯唯诺诺的穷酸样 却能在上贤结婚的那天 偷偷塞下一千万的一名红包 他不仅坐拥家人想象不到的资产 还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不过真实的身份 还不是时候让家人知道而已 他们的突然到访让银猪妈感到很意外 认为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没有必要再跑来这里理论 暴脾气的外婆 听出了她语气里的不耐烦 觉得没把他们两位长辈放在眼里 就一言不合 开启了吵架模式 指责亲家母做人不行 离婚的事都还没经过两家人的确认 就先把女婿的行李用快递寄回来 真是太侮辱人了 外婆不仅把她言语了一番 还在离开时撂下一句话 让她从头开始好好的教育银猪 不然再昏都成问题 亲外婆虽然很想说什么 但自己从来没养育过上嫌 觉得没有资格 只担心这么一闹 两家的关系剑拔弩张 到时候要是想复合 该怎么办了 此时的银猪妈气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她无处宣泄 只好打电话给上嫌妈 把两位老人登门大闹的事说出来 并警告他们适可而止 别再让彼此难堪 挂完电话 她又气不过 交代银猪别再对上嫌有任何的留恋 她再也不想和这样的人当亲家 想想都觉得可怕 事后她又想起小女儿还在和上嫌的弟弟来往 担心两人日久生情 到事后发展成为情侣的关系 两家又纠缠不清 于是赶忙找到吴勇 委婉拜托她和银河划清界线 更换补习单 吴勇明白亲家母的用意 她答应了请求 却苦恼着该怎么和善良 单纯的银河划清界线 上嫌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说要见面整理干净两人的关系 对她来说 虽然不用办理离婚手续 但该有的仪式感还是不能少的 她摘下婚戒 心情契合的提出以后 可以继续做朋友 可上嫌却不乐意 于是她也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取下的戒指 态度坚决且冷漠 银猪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对她一点留恋也没有 气得扔下戒指扬长而去 回去的路上 她边骂边哭 甚至化威愤为食欲 一口气干了两碗的饭 妈妈第一次看到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不免担心了起来 银猪以为恢复单身后 想要的快乐就会如约而至 可她看着没有上嫌的房间 总是忍不住想起过往的美好 内心一片黯然 而此时的上嫌 在家人的关爱和照顾下 慢慢恢复状态 认真投身到工作当中 对她来说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帮父母还清债务 努力过上好日子 亲爱婆一直对她离婚的事感到可惜 认为都是家里穷 才被女方瞧不起 于是试探性的问 如果家里能给她买一套房子 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和好在一起 上嫌苦笑 别说家里的情况不可能 就算真有一套房子 银猪也不会跟她搬出来住 听到这 外婆才明白上嫌离婚的真正原因 她苦于没能帮上忙 又打听起家里的债务情况 外婆执意要问清具体的金额 让上嫌不知所措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外婆看似毫无能力 却是个隐形富豪 另一边 银猪爸要参加一个聚会 邀请妻子和她一同前去 银猪妈最喜欢去这种场合 原本被两位外婆破坏的心情 瞬间好转 因为银猪爸在外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她作为贤内助也跟着沾光 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大家对她的称赞 她很享受这一切 觉得无比的荣耀 可就在她笑得花枝招展的时候 有人问起她心女婿的情况 银猪妈的谎言说得脸不红心不跳 这让一旁的丈夫都佩服不已 不得不说 她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两人继续在聚会上装起恩爱夫妻 羡煞旁人 直到结束后 丈夫才问她打算 把银猪和上贤离婚的事 隐瞒到什么时候 第二天 几位夫人聚会 大家都在讨论关于女婿的话题 这让银猪妈很不自在 银猪妈强颜欢笑 内心慌得一踢 她开始担心女儿离婚的时候 会让自己成为笑话 甚至还会被吐槽是恶劣的丈母娘 为此十分苦恼 可止终究是包不住火 一位贵妇突然来访 说家里孩子很快就要结婚 想参观一下银猪的婚房 看看是怎么布置的 银猪妈死活不让 还用各种理由推脱 这引起了贵妇的怀疑 银猪妈的脸色瞬间惨白 但为了顾及颜念 还在矢口否认 贵妇也不是第一天才认识她 直言实在受不了她虚伪的样子 遇到这么大的事 不懂得心疼孩子 却只担心自己会被别人嘲笑 贵妇离开前撂下的那番话 让银猪妈颜念扫地 她忽然觉得自己精心打造的人 设在一夜之间崩塌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 她不仅没有勇气表明真心 还被误会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这天她的心上人向她借用手机 发现挺入保护是她和银河的合照 一时间脸色大变 无勇扯过手机 并没有多做解释 这令智秀更加在意 好奇她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其实平保的事情并非吴勇本意 她只不过是和银河比赛做题书了 答应满足银河一个愿望 而银河的愿望 就是希望吴勇能每天想着她 就像她这样每天都赌物私人 吴勇虽然一直把银河当作妹妹对待 但银河并不是这样想的 随着对吴勇的感情日益加深 她的战友欲也越来越强 有一次 竟然擅作主张去接听智秀 打给吴勇的电话 因为这时 吴勇对她大发雷霆 银河没有想到 平日里对她世事宽容的男人 竟然因为一通电话 变得这么敏感 于是一针见血的问她 是不是喜欢智秀 那一次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银河明明知道 吴勇喜欢的人是智秀 却故意在智秀面前展现他们的暧昧 甚至还对智秀挑明 她和吴勇是最合拍的一对 只要有吴勇在她的身边就够了 看着满眼都是吴勇的银河 智秀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方面是担心银河会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或许是觉得自己 在吴勇心里的位置被人挤走了 此刻的吴勇受到银河妈的拜托 要求她转学 以此来划清和银河的界限 她正苦恼着该怎么做 才能不伤害到银河 于是找到智秀商议 智秀自然是希望 她能立刻摆正对银河的态度 智秀的话吕行间 都在责怪她不够坦率 既然已经有女朋友 就不要再吊着银河 不然同时欺骗了两个女人 吴勇被自己喜欢的人误会成渣男 一时间很不淡定 情急之下的她 终于向智秀坦白了自己的感情 智秀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告白 瞬间不知所措 心烦意乱的吴勇再也没有心思念书 于是索性趁这个机会 对银河说出自己要放弃考大学的决定 护送银河回去的路上 吴勇一直在给她做思想工作 希望她不要受到影响 继续好好念书 毕竟她们的人生不同 要走的路也不一样 银河的眼眶湿润 万般不舍地抱住了吴勇 生怕这是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为了不让银河太过难受 吴勇只好和她约定明天会再去补习班 可去补习班之前 智秀约她见面 试图将两人因为告白而变得疏远的关系 恢复到从前 就在智秀准备要向吴勇表达喜欢之情时 银河突然出现 感觉自己似乎被他们背叹 伤心地逃离了现场 而吴勇也紧跟着追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 智秀已经改变心意 把对吴勇的爱意隐藏在心底 提议还是继续当朋友 吴勇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心里却隐隐作痛 她并不知道智秀这样做都是为了银河 兄弟俩和舅舅挤在一个房间睡觉 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动不动就被舅舅嫌弃 说他太瘦都是骨头 翻个身碰到都会痛死 于是借故把他赶出了房间 上贤作为哥哥 实在看不惯舅舅的做法 问他为什么要针对吴勇 舅舅原本就看不起吴勇 认为他只是被领养回来的外人 再加上前不久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和解书 得知吴勇曾经闯祸被关进警察局 是上嫌花了六百万才保出来的 为此他对吴勇的成见就更加深 吴勇也知道舅舅从来没把他当外甥对待过 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避免在这个家里产生冲突 他的心情糟透 想起自己好不容易向智秀表白 却遭到他委婉的拒绝 好不容易和银河约定一起考大学 却因为银河妈的私下拜托 被迫要更换补习班 他忽然觉得自己在哪都不受欢迎 第二天 视力眼的舅舅遭到了报应 他去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 被告知前妻带着他的两个孩子 已经在美国再婚 于是他被当成是新家庭的潜在威胁 导致签证被搁浅 受到打击的他把自己灌醉 回到家里要死要活的 亲外婆看到他这副德行 忍不住教训了他 那打的舅舅感到很不服气 认为亲生母亲从来都没有养育过他 却在无家可归的时候才想到来认亲 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教育他 于是囊囊着要把亲生母亲赶走 亲外婆既心寒又难过 回到房间默默的收拾行李 打算离开这个家 而刚从外面回来的吴勇看到家里乱作一团 不免担心了起来 他好心想要让舅舅冷静下来 舅舅不但不领情 还把所有的脾气都发泄在他的身上 妈妈看到舅舅又在欺负吴勇 强行将他拉出了房间 可下一秒 他却抖出吴勇曾被关在警局的事 还特地强调 世上闲花了六百万才把他绑出来的 外婆一听到六百万就不淡定了 立马和舅舅站在同一战线指责吴勇 说他是白眼狼 只会给哥哥拖后腿 妈妈为了维护吴勇跟他们大吵了起来 房间里的吴勇听到外婆和舅舅 动不动就把他是别人的孩子挂在嘴边 于是忍不住冲了出去 说完 他转身逃出了家门 此刻的他只想见到智秀 得到智秀的安慰 可在楼下就被智秀的哥哥无情劝退 吴勇心灰意冷 独自来到他和智秀的老地方 令他没想到的是 智秀竟然长来了 因为跑得太急 连外套都忘记穿上 吴勇并没有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智秀 只是忽然提起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回去的路上 他还把自己要放弃 念书的决定告诉智秀 自嘲不管再怎么努力 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真是卑微的 还不如一个小石头 智秀看到他自暴自弃的样子 以为是自己拒绝了他的告白才这样 为此十分难受 他抱住吴勇 无奈地发现自己 除了能和他约定一直当好朋友外 什么也帮不上 尚嫌因为舅舅的事 对吴勇感到自责 认为是自己的疏忽 才让他变得这么难堪 可哥哥越是通情达理 吴勇越觉得自己很不会做人 他敏感而尖锐地抗拒着 哥哥对他的好 两人没说几句 就产生了心理隔阂 亲外婆和吴勇一样 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多余的存在 于是第二天 他拎着行李来到饭店 向亲生女儿道别 并没有告知要去哪里 只留下一个简单的联系方式 女儿看到他的离开 忽然想起小时候和妈妈分别的场景 远不住泪流满面 这边亲外婆含泪回到了原本的大房子 继续当他的富婆 那边吴勇也越发觉得 在这个家待不下去 于是万念俱灰的他 开始偷偷收拾行李 准备再次离家出走 这边吴勇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 像往常一样吃着妈妈 给他做的饭菜 还夸今天的特别好吃 妈妈并没有察觉出 这是他要离家出走的信号 随后他去建了银河 鼓励他一定要考上大学 并承诺等第一阶段的考试 结束后会请他喝酒 智秀还在上班 吴勇并没有和他联系 也没有上前打招呼 只是远远地看着 当作最后的道别 他还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向爸爸打听起 关于亲生父母的事 得知了零零碎碎的线索后 便踏上寻亲的道路 第二天凌晨 妈妈发现他一夜未归 饭店里也没有他的身影 只留下一封信 告诉妈妈 他走了 希望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 能有自信 成为真正的官儿 妈妈的泪如雨下 再次陷入了悲痛之中 他把亲生母亲和吴勇的离开都怪罪到杨母的头上 问他现在满意了吗 两个和他不相干的人都走了 你怎么 因为这事 妈妈和毒蛇的外婆吵得不可开交 尚嫌听到动静 得知吴勇这小子又离家出走 气愤的给他打去电话 但电话那头的吴勇并没有勇气接听 这让尚嫌更加恼火 留言如果你还把我当哥哥 就给我回电话 智秀这边也突然联系不上吴勇 他找到银河打听情况 可如今的银河把他视为情敌 不喜欢他再过问吴勇的事 银河的话让智秀心烦意乱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回到公司 他又从小姨的口中听说吴勇离家出走的事 于是连工作都顾不上就跑去确认 看完吴勇留下的信 他的泪水在眼眶打转 没有想到这家伙竟然一句话都不说就消失了 为此十分后悔当时没能把握机会留住他 这边智秀正因为吴勇的离开 他伤心不已 那边外婆决定以真实的面目约见上吴 上吴看到打扮十分贵气的亲爱婆 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隐形富豪 为此十分震惊 外婆交代他暂时先不要告诉家里人 并表明了今天叫他出来的墓里 上吴虽然有点不可置信 但还是听从了亲爱婆的指示 回去让爸爸拿出贷款银行的存折和印章 谎称公司可以给员工开放低利的长期贷款 这样就能用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和奖金还清债务了 家人听到这个好消息瞬间都乐开了花 一直以来他们都被银行的高利息压迫的喘不过气 这下总算有盼头了 外婆收到存折后就急着要带上吴一起去银行把债还清 可这一刻上吴的心里过意不去 问他既然要尽母亲的责任 为什么不亲自出面 听完外婆的话 上贤这才恍然大悟 不得不说 外婆真是一个三观正又充满智慧的老人 在他的帮助下 上贤看到爸爸负债九位数的存折终于清零 一时间很是激动 当他把这本存折交到爸爸的手上时 爸爸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火车站吴永偶遇到曾经一起在工地干活的大叔 因为不忍心看到他穷困潦倒的样子 索性带着他一同前行 他们暂时找了一个小旅馆休息 大叔太久没睡在这么暖和的地方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可吴永却彻夜难眠 忍不住打开了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银河发来的信息 以及哥哥和智秀的留言 智秀的声音一响起 吴永的心就跟着疼了起来 虽然他很想回去找智秀 但还是强忍住思念 一遍又一遍的回放着留言 第二天一大早 他先给银河回电话 谎称自己只是去乡下 看望战友 并答应会再和他联系 让他好好读书 不要胡思乱想 银河信以为真 听话的挂掉电话 这才露出了笑容 妈妈看到原本心情低落的女儿 因为吴永的一通电话 就恢复了精气神 不免开始担心 他会越陷越深 吴永稳定银河的情绪后 就想着给家里 也打个电话报平安 特别是妈妈 该有多担心他 可他听到接电话的是 外婆的声音 变慌张挂断 转身打给了 正在上班的哥哥 尚嫌一接到他的电话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定命令他立刻回家 听到哥哥生气的语气 吴永的心情莫名电耗 因为他知道这是哥哥 发自内心的在乎他 这边吴永到达乡下 开始在钓鱼场周围 打听生母的下落 那边上弦还在一个劲的 打着他早已关机的电话 正心烦气造时 公司领导给他下达了一个新任务 要求他停估一个剧本 令他没想到的是 对接的剧本负责人 竟然是自己的前妻 银珠也是刚知道这事 他按捺不住思念之情 主动联系上贤 此刻的上贤除了公事以外 并不想再和这个女人扯上关系 于是警告他最好公司分离一点 银珠碰了一笔子灰 没有想到这男人和他离婚后 变得这么不近人情 为此吐槽他太不小气 不久后 两人又在公司不期而遇 银珠的心情有些小雀悦 率先打了声招呼 这是两人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尚贤淡淡地回应了一句后 便留给他一张冷漠脸 这出乎意料的对待 让银珠感到很恼火 于是决定约他出来谈谈 上贤原本并不打算赴约 但他想到按照银珠的个性 一定会等到最后 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赶去酒吧 此时的银珠已经等了足足两个钟头 他把不耐烦写满了脸上 银珠被对得哑口无言 虽然他为上贤对自己态度冷淡而恼火 但不得不承认 从结婚到离婚都是自己对不住上贤 于是决定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 听到这 上贤不禁心头一动 但他们是结过婚又离婚的人 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于是拒绝这样继续聊下去 他叫了一个代价 冷冷地将银珠塞进车里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上贤 银珠心中的后悔正慢慢放大 回到家后 妈妈对两个女儿都恨铁不成钢 一个因为男人离开 就整日浑浑饿饿 甚至连书都读不进去 一个更离谱 已经离婚了 却还在对前夫念念不忘 真是和那对穷兄弟有转不断的灭缘 而银珠发现离婚后的上贤 越发充满魅力 在人群中依旧能让他心动 只不过往日的温柔不复存在 被冷若冰霜的态度取代 他心有不甘 竟然三番两次 厚着脸提前去纠缠 这天 两人参加同一场说明会 会议一结束 上贤就急着离开 银珠在聚餐中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忍不住发信息问她 是不是不想看到自己 所以才故意递开 上贤想要回过电话 让她不要自作多情 不要接电话的是赵五娘 赵五娘误以为是 前女婿在纠缠自己的女儿 不由分说就把她批评了一顿 并警告她别再打来 银珠刚好看到这一幕 不满妈妈对她的干涉 便开始大发雷霆 银珠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甚至觉得自己婚姻的失败 以及银河曾经遭遇校园霸凌的事件 都是妈妈一手造成的 如果妈妈没有过度保护和干涉 她们姐妹俩的命运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前不久她看到银河还在因为那件事做噩梦 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建议妈妈立刻带银河去做心理咨询 但妈妈为了守住所谓的面子 竟然选择闭上眼睛 遮住耳朵说没关系 固执地以为 只要把银河抱在怀里 就能相安无事了 银珠不仅对自欺欺人的妈妈抱有意见 更加看不惯她对上贤和吴勇的做法 银珠的话音刚落 银河就冲了进来 她没有想到妈妈竟然背着她做出这种事 一时间无法接受 妈妈很是惊慌 一个劲地否认 谎称自己定没有见过吴勇 银珠也瞬间恢复理智 赶忙改口替妈妈辩解 说只是你听错了 尽管如此 银河还是笃定吴勇的离开和妈妈脱不了干系 于是扬言 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 我绝不原谅你 回到房间后 银河就马上给姐夫打去电话 问吴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意外得知她已经离家出走 为了知道她的下落 银河一会儿忙着给吴勇发去信息 一会儿又联系智秀 想着吴勇和她那么要好 一定会告诉她去哪的 可令银河没想到的是 智秀比她更惨 不但什么都不知道 还连一次电话都没有等到 每天只能靠着留言来寄托思念和担心 吴勇之所以不联系智秀 一开始是想着等到自己能坦然的以朋友身份去面对她时 再去找她 后来因为听到她生气的留言 一时失手将手机跌落河里 这下好了 谁都联系不到她 她也无法确认谁联系过自己 俨然一副与世隔绝的状态 眼看身上的钱已经花光 她和大叔只能靠帮乡下老人干一些体力活 暂时解决吃住的问题 这边养母因为太过牵挂她 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头痛的症状也开始变得频繁 严重的时候还差点晕了过去 丈夫催促她趁早去医院做个检查 在等待结果的那几天 她对吴勇的想念变得越加强烈 亲爱婆知道自己的女儿对吴勇是如己出 为她离家出走的事肯定操碎了心 于是交代上嫌带着吴勇的照片来自己住的地方 亲爱婆自有这方面的门路 声称有专业的人能帮忙 想当初她还只是凭借一个几十年前的旧地址 找到了上嫌的妈妈和舅舅 因为有外婆的神助攻 上嫌忽然看到了希望 她觉得只要把吴勇找回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妈妈因为太过担心和思念她 头痛的症状越来越频繁 视力也变得时好时坏 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她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 被告知脑下垂体长了一个肿瘤 虽然不是恶性的 但因为肿瘤有点大 已经压迫到交叉式神经 必须要尽快动手术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有着99%的成功率 但毕竟是脑部 万一误触到神经或者脑血管 有可能会因为麻醉或脑出血陷入昏迷 医生的话让妈妈产生了顾虑 她担心自己会成为那失败的1% 再也见不到吴勇 这样一来 吴勇会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 为此拒绝了马上动手术的提议 回去的路上 她一直交代丈夫先向家人保密 不要引起恐慌 但爸爸哪里能瞒得住 也无法眼睁睁看着 她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期 情急之下 只好找大儿子商量 尚贤得知妈妈生病后 一刻也坐不住 她跑回家试图劝说妈妈 马上住院动手术 不然拖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但妈妈执意要等吴勇回来 这让她很是苦恼 毕竟吴勇什么时候回来 都是一个未知数 妈妈的定情 又怎么能经得起等待呢 外婆和舅舅听到屋内的动静 得知上贤妈的定情很棘手 一时间也吓得不轻 他们加入到苦口婆心的 劝说队伍中 让该尽快住院 可不管怎么劝 尚贤妈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撑到吴勇回来为止 认为只要吴勇回来 她就有信心面对任何手术 因为这时 一家人都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此时的尚贤更是对离家出走的 吴勇恨道 咬牙切齿 她特地拜托智秀和银河 如果有和吴勇取得联系 就帮忙转达妈妈生病的事 让她马上回家 银河和智秀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一刻也不敢怠慢 这天晚上 众人纷纷给吴勇留言 希望他能开机听到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留言 根本无法传达到吴勇的耳中 情况也变得更加棘手 尚贤没有等到吴勇的联系 也不想继续盲目的等下去 于是找到亲爱婆 把妈妈急需动手术的事说了出来 并拜托她 一定要把吴勇找到 亲爱婆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了解了具体情况后 就火急火燎的赶到饭店 二话不说 把上贤妈往外拉 看着亲爱婆 一气呵成的 把上贤妈塞进豪车 扬长而去 跟着出来的上贤爸 和外婆诧异的 好了病号服 并承诺一定会帮她找到吴勇 让她先放心地动手术 见她依旧不肯同意 就搬出亲生母亲的身份苦苦哀求 终于 上贤妈败给年迈的老母亲 乖乖地坐上轮椅去坐树前检查 与此同时 智秀也突然收到吴勇发来的信息 告知手机不小心弄丢 只记得她的号码 定拜托她向银河解释 让银河好好念书 智秀看完信息立马回播了过去 可此时的吴勇 已经和大叔分道扬镳 坐上大巴 继续去下一个地方 寻找亲生母亲 智秀问出了吴勇 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后 就连忙把这事告诉上贤 这边智秀提供了热乎的线索 那边爸爸 也忽然想到了 另一个关键信息 有了这两条线索后 尚贤决定亲自去把吴勇带回来 亲爱陀放心不下 立刻给他安排了一个靠谱的私家侦探 希望一同前去能事半功倍 当他到达镇川的车站附近时 原本激动的心变得有些迷茫 不知道在这陌生的环境 该从何下手 好在外婆给他安排了一个 非常专业靠谱的私家侦探 就这样 两人决定先睡个觉 明天一早开始找人 智秀因为吴勇的事 已经精疲力尽 甚至病倒在床上 虽然没跟着上贤一起去找吴勇 但他的心事刻惦记着进展 当他听到吴勇去找亲生母亲的消息时 莫名的感到难受 分不清那是因为心痛 还是因为生病 而银河听说姐夫出发去找吴勇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满心祈祷着姐夫能顺利把吴勇带回来 医院里 生着病的妈妈也在期盼着儿子 能早日回到他的怀抱 他假装睡着 听到了两位外婆这段和睦感人的对话 听到这儿 感动的泪水从妈妈的眼角流出 他该有多幸运 才能同时拥有两个母亲的爱 被众人牵挂的吴勇此刻 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便宜的旅馆住下 这些日子寻目未果 让他身心俱疲 同时愈加想念对他视如己出的养母 他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四处流浪 忽悔到那个有妈妈在的家 或许是想亲自确认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亲生父母的存在 然后死心塌地的当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郑吴勇吧 第二天一大早 他继续在钓鱼场附近打听亲生母亲的下落 上贤和斯嘉侦探吃过饭后 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寻人模式 斯嘉侦探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很快就锁定了吴勇的大概位置 经过路人的指引 上贤在公路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正是他心心念念要找的吴勇 兄弟俩见面的那一刻 吴勇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而上贤答应过爸爸 于是只好拽着他 让他跟自己回家 吴勇不肯就范 甩开了哥哥的手 这让上贤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将他痛揍了一顿 这是上贤第一次这么生气地对待吴勇 他觉得自己不断地忍让 甚至把父母的爱都让给这小子 这小子却不懂得知足 不懂得珍惜 吴勇并没有反抗 离其忍让 更希望哥哥能像现在这样对他生气 他告诉哥哥 小时候只要有人在背后怯怯思语 说他们不是亲兄弟的时候 哥哥就会放开他的手 那一刻让他很受伤 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 从那以后 哥哥对他的容忍 就跟无事没什么区别 让步也只是一种同情 听着吴勇把憋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 尚嫌满是内疚 抱住吴勇的瞬间 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就这样 兄弟俩的心理隔阂逐渐消失 吴勇也决定跟着哥哥一起回家 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医院的病房里 大家都忍不住欢呼雀跃 妈妈更是坐不住 打算起身回家迎接 但马上被制止了 这边妈妈正望眼欲穿的等着吴勇 那边上闲带着吴勇在医院门口下车 吴勇上一秒还一脸疑惑 下一秒得知 妈妈正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 吓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冲进病房 见到了憔悴不堪的妈妈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时 愧疚和悔悟瞬间涌上心头 妈妈并没有任何责怪她的意思 反而安慰着她 说多亏了她 才能及早发现这个病情 对妈妈来说 虽然没有怀胎十月生下吴勇 但养育她的这二十年来 没有少为她痛过 这足以证明她是自己的孩子 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吴勇内流满面 紧紧抱住了这个不是亲生 却胜似亲生的妈妈 这一刻 她决定把身世的伤痛埋藏起来 做父母的好儿子 病房外 上闲虽然赶了一天的路 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心情反而出奇的轻松 这天晚上 尚贤和吴勇难得的 在爸妈面前撒娇争宠 这幼稚的样子 惹得他们哭笑不得 画面十分温馨 过后 吴勇提出要留在医院照顾妈妈 而尚贤也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 一直在挂面的智秀 智秀听说吴勇回来了 早已按耐不住思念之情 急忙赶去医院 当他看到朝思暮想的吴勇时 既想拥抱他 又想教训他 此时的吴勇羞愧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一直不敢直视智秀 还抢眼自己激动的内心 故意在他面前提起了银河 甚至借他的手机当面 打给银河报平安 银河上一秒 还因为接到吴勇的电话感到开心 下一秒得知他和智秀在一起后 就难过的哭了 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比不过智秀 智秀的内心一阵酸楚 正一言不发地看着吴勇 想到这些日子 对他的担心和牵挂 感到十分委屈 面对智秀称怪和担心的眼泪 吴勇忍不住将他拥入怀中 不停地道歉求原谅 可智秀并不领情 一边哭着将他推开 一边扬言 还有好多事要教训他 留着以后再说 看着智秀伤心离去的背影 吴勇这才意识到 除了家人 他在别人的心中也有着一席之地 尚贤和爸爸回到家里 把吴勇留在医院的消息 告诉大家 小姨总算安心 赶忙交代老母亲 以后别再对吴勇说三道四 说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了 外婆自知里亏 经历这次的事件后 他也有所反省 只要名字能手术成功 还别无所求 顺利眼的舅舅 却在这时 好奇和尚贤一起去找吴勇的人是谁 听说有了他的帮忙 找人的事才会这么顺利 尚贤轻描淡写地说 是亲爱婆以前认识的人 这让舅舅 对亲爱婆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先是突然冒出的豪车 和随行司机 接着是医院的VF病房 加上这次找人 去把吴勇带回来 他忽然觉得 老人家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难道是隐形富豪吗 第二天 妈妈即将要进行手术 吴勇和家人都守在身边 给予力量 没能到达医院的 则在祈祷中度过 毫无疑问 手术做得很成功 并且很快妈妈就恢复了意识 这让所有人都改天谢地 一个劲的拍手叫好 而就在这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病房看病 她和丈夫离婚后 听说婆婆生病住院 刚做完手术 想起以前 婆婆对她的照顾和包容 心里很过意不去 于是带上鲜花来到医院探望 病房里的公公和外婆 对于她的出现感到十分诧异 想到外孙的大好人生 被她毁掉 外婆就忍不住破口大骂 吴勇和哥哥刚从外面回来 看到嫂子被训的狗血淋头 赶忙上前劝阻 此时的银珠也知道自己并不受欢迎 只能委屈地送上早日康复的祝福后 便狼狈逃离 尚嫌紧跟着追了出去 不知道该不该安慰她受伤的心灵 和以往不同的是 银珠并没有因为外婆的责骂而生气 反而调侃这下公平了 毕竟上次 妈妈也在电话里 不分青红皂白的 把尚嫌训了一顿 银珠感觉到尚嫌在刻意回避话题 于是不甘心地问她 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没有丝毫留恋 尚嫌虽然不讨厌银珠 但也不想再吃回头草 眼神坚定地劝她 不要再对自己抱有任何希望 这让银珠充满了挫败感 更加后悔当初冲动离婚 错过了这么成熟稳重的好男人 回到病房 外婆还在骂骂咧咧 抱怨这个环境影响了她的发挥 不然的话 一定会撒一条盐巴 将银珠这个狐狸精扫地出门 尚嫌哭笑不得 愿由着外婆说个痛快 毕竟她知道 外婆只是成口蛇之快 而回到家的银珠 开始反省自己 在上一段婚姻里存在的问题 听到银珠又提及上弦 妈妈的脸色明显变得不好看 她并不希望女儿再对前锋念念不忘 另一边 智秀一下班 就坐着小姨的车来医院探定 在医院的门口 她意外看到了银河的身影 于是下车拉着银河 让她和自己一起进去找吴勇 银河一想到吴勇喜欢的人是智秀 而智秀对吴勇原本单纯的友谊也开始变质 她忽然觉得自己只是局外人 便伤心逃离 不久后 智秀把在医院附近看到银河的事告诉吴勇 并想确认吴勇对她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感情 吴勇坦言出了感激 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 知道银河对自己单纯直率的喜欢后 也感到负担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此时的银河并没有去上补习班 而是逃客徘徊在大街上 她没有接听吴勇打来的电话 也没有回复她的信息 落寞的样子 像是回到了国中时期被人孤立的状态 回到家后 她也对妈妈不理不睬 这让妈妈心生疑惑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 她像往常一样催促银河去吃早饭 银河却因为没有胃口发起了脾气 银河的反常让妈妈不知所措 没有想到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 却得不到两个女儿的认可 亲爱婆自从确认了上咸妈的手术成功后 就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大家的视野 不过她依然放不下对亲生骨肉的挂面 决定在想办法偷偷的帮名字分担心中的忧虑 这天她找到吴勇 问她有什么打算 吴勇答应过哥哥 会重新补习 拿到高中学历 然后再学技术或者赚钱 亲爱婆看着她充满决心的样子 说出了自己要在她身上做投资的想法 吴勇并不知道眼前的外婆是不是隐形富豪 只是把她的话当成一种鼓励和支持 忽然觉得自己又多了一位依靠 银河小的时候 看到同龄的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脚踏车 十分羡慕 便告诉妈妈 自己也想玩 可是妈妈却以危险 摔倒或留疤为由 断了她的念想 不仅如此 只要她想带着附近的小朋友到家里玩耍 妈妈就会过问对方住在哪里 如果家庭条件不好 就会以各种理由分开他们 交代银河 不要随便带朋友回家 久而久之 银河的身边没有一个朋友 甚至还在学校遭受了欺凌 好不容易认识吴勇 并爱上他 却发现他的心里只有质秀 这让他很是悲惨 觉得兜兜转转 身边又空无一人了 看来像他这种瘦妈妈管束的芭比娃娃 真的很没用 智秀看着重新回来的吴勇 不得不承认 对他的感情 已经从友情变成了爱情 为此十分后悔 当初和银河坐下的约定 说不会喜欢上吴勇 他找到银河 向他道歉 不能再继续遵守约定 定坦白了 自己对吴勇的真心 听到这 银河的心里很不好受 他忽然觉得自己 成了可笑的第三者 于是违心的成全智秀和吴勇 表示不会再和吴勇见面 吴勇一直联系不上银河 在古习班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情急之下 只好来到他家门口蹲守 当吴勇看到翘克 迟迟归来的银河时 并没有发现他的情绪不对劲 忍不住把他数落了一顿 吴勇迟疑着没有回答银河的问题 只是问他能不能把自己当成哥哥对待 这让银河更加绝望 情绪失控的要把他赶走 甚至还囊囊着以后都不会再和他见面 回到家的智秀一直坐立不安 担心银河会因为他受到伤害 于是找到吴勇 把银河的情况告诉他 也把隐藏在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智秀的话还没说完 吴勇却站了起来 原本的自卑和对银河的愧疚 使他无法直视智秀的真心 更没有勇气 接受这渴望而不可及的爱情 吴勇的态度让智秀的心碎了一地 他难过的转身离开 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 第二天 银河像换了个人似的 在饭桌上 要求妈妈不要再送他去补习班 也不要给他送电当 更不要给他打电话 他想摆脱妈妈的照顾和束缚 不再当一个没用的芭比娃了 妈妈虽然放心不下 却也拿他没辙 最后只能勉强答应 银珠却觉得这样很好 不停地鼓励妹妹 让他靠自己闯出一天天来 从姐姐的车上下来后 银河并没有去上补习班 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一个人坐着地铁去了公园 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还独自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煽情的电影 哭得稀里哗啦 这些对他来说 虽然都很无聊 却是仲托妈妈的怀抱后 最想做的事情 而此时的吴勇和智秀 却因为他的无端翘刻 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 吴勇借着这机会 向智秀表明 自己只想和他当朋友 并强调 现在更担心言和 智秀无奈 只好打算把爱埋藏在心底 两个原本相爱的人 就这样味道而驰 渐行渐远 不久后 智秀在电影院 发现了银河的身影 他赶忙将银河拦住 问是不是因为他 才难过得没去补习班 智秀的话让银河有所动容 但他认为自己很没用 什么都不会 于是奉劝智秀别再管他 也拒绝了所有人的保护 吴勇没有找到银河 担心他会做傻事 就联系哥哥 寻求他的帮助 令他没想到的是 哥哥此刻正和前妻在一起 好别人